台北荣总公布统计数据 过去37年 北荣累计接获了食物中毒案例 有3500多例 男性占比过半略高于女性 其中有46例死亡 已食用河豚中毒最多 高达有11例 槟榔也有4例 医生就提醒了 河豚毒素加热也无法被破坏 务食或是处理不当 都可能导致中毒 而槟榔株中可能会有倒吊子 如果务食也会有中毒 有致命的风险 食物中毒事件平全 根据北荣毒药物防治咨询中心统计 过去37年来 共接获3500多例食物中毒个案 进一步分析 男性占比超过一半略高于女性 其中有46例死亡 根据调查死者曝露物质 最多的是河豚11例 槟榔也有4例 海螺和蝉雏汤也都上榜 它有肝毒性 如果你碰到有肝病的病人 把这两个凑在一起 它就可以致命 蝉雏汤一定是算是一种民俗偏方 就是它体表分泌的那个是有毒的 那拿上来吃 当然有很高致死的风险 北荣医师养正常也提醒 部分河豚含有河豚毒素 加热也无法被破坏 误食或处理不当可能导致中毒 另外在槟榔株中 往往有一到两颗倒吊子 生长方向与一般槟榔相反 因为含有槟榔碱 槟榔刺碱 是一般槟榔的两到三倍 若误食就会中毒 很难分辨 买的时候大概就没有办法知道 它到底是不是倒吊子 如果有产生这些胸闷 或者是心肌 我们要尽速救营 我在使用胭脂炎的部分 要很小心 因为我们就会比较担心 这个过量亚硝酸炎 而今年爆发保龄茶室 食品中毒事件 有四人丧命 食药署表示 邦克烈酸6月起 将列为专案饥茶项目 而饥茶项目包含 米面原料 米面湿制品等 无论源头或下游 都会展开彻查 最快8月公布首次饥茶结果 保障食安健康 即将来参与许修明台北采访报导